CBA消息 郭世强挖人计划曝光 王牌中锋加盟青岛 贾城顶心续约 郭世强惹怒辽宁 北京时间6月2日 据知名媒体人的爆料 广州男篮主教练郭世强 在休赛期也是回到家乡探亲 不过郭世强的目的并不纯粹 在探亲期间私下里与多名优秀的辽宁青年队球员进行沟通 并承诺以上升一队 重点培养来打动球队的父母 不过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郭世强虽然在东北地区有很好的口碑 却因为惹怒了辽宁男篮 惹怒了辽宁的球迷 众所周知 辽宁男篮的清训工作一直做得不太好 这和管理层一直以来不重视这方面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 一开始辽宁队无论是韩德军 李小旭 郭爱伦 赵继伟都处于巅峰状态 即便是青年球员没有明显进步 对于辽宁男篮来说影响并不大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辽宁终于吃到了不重视清训的恶果 为此在上赛季 管理层在全国范围挑选年轻的球员 自从签下李虎一等年轻球员以来 辽宁的清训工作终于有所好转 这也让辽宁男篮建立王朝的底气更足了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郭世强竟然在这个接骨眼上又来挖人 这自然惹怒了辽兰的管理层 据内部人士透露 管理层已经和郭世强进行了沟通 对于郭世强的行为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郭世强的这次挖人行动失败了 值得注意的是 广州南篮是有前科的 在三年前 广州南篮就直接将辽宁又时期的七名球员全部打包带走 直接导致辽宁南篮在当时出现严重的人才断层 对此你怎么认为呢 山东完成阵容调整 北京时间6月2日 据知名媒体人的爆料 山东南篮目前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教练组 球员阵容的调整 不得不说山东南篮的效率还是很高的 要知道别的球队还正在上演抢人大战 而山东南篮的三个顶心名额已经全部用完 基本上宣告了补强工作的结束 除了球员阵容之外 山东南篮终于舍得把王涵辞退了 接替主教练职务的是著名的救火队长丁伟 对于山东南篮更换主教练这件事 真的让球迷游喜有悲 喜的是王涵终于离队了 悲的是由丁伟执教山东队 丁伟确实在KAP执教过很多球队 也帮助山东南篮取得过几场比赛的胜利 不能否认的是丁伟临时顶替一下还可以 真的让丁伟独挑大梁 还真是有些难理性了 在球员方面 今年夏天山东南篮将会有包括陶汉林 高诗炎等主力球员的合同到期 虽然在本赛季他们的表现有些不尽如人意 但是核心球员的地位依旧无人撼动 这两位球员自然能获得顶心续约 近日 山东南篮把仅剩的顶心名额给到了贾城 自此山东南篮的顶心名额全部用完 球迷对于山东南篮管理层的做法很不理解 陶汉林高诗炎虽然在山东南篮是绝对的核心 但是这两人放眼整个联盟知名度还真的不高 明明有着追求季后赛四强的梦想 却在球员阵容的挑选上不敢有所突破 山东南篮就这样的态度 下赛季的情况依旧不容乐观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山东南篮在挑选外援的时候 能够真正的把好官引进真正需要的外援 王牌中锋加盟青岛 北京时间6月2日 据知名媒体人的爆料 青岛南篮近日正在酝酿一场重磅交易 被誉为王牌中锋的杨汉森会加盟青岛南篮 获得一份正式的合同 从此击身CBA联赛 众所周知 青岛南篮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 球员的阵容也基本以年轻球员为主 同时也正是因为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青岛南篮吸引不到联盟知名的球员 导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青岛南篮的综合排名一直处于联盟垫底 但是自从刘维伟担任主教练之后 虽然依旧没有闯进季后赛 但是球迷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青岛南篮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依旧是年轻的面孔 但是球队的整体风貌有了很大的转变 刘维伟针对青岛南篮的特点 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培养年轻球员的身上 不断地给予他们鼓励和支持 刘维伟的坚持终于有了回报 在去年夏天的时候 年轻小将杨汉森首次代表青岛南篮参加了夏季联赛 在比赛中一名惊人 引起了很多球队的关注 但是因为受限CBA联赛的相关规则 杨汉森并没有被正式签约 到了今年夏天 杨汉森终于符合了签约条件 拿到了一份短期合同 目前已经被青岛南篮安排到欧洲进行针对性训练 值得注意的是 刘维伟这些日子里在联盟非常活跃 前不久还被曝出与郭艾伦赵继伟一起吃饭的照片 据知情人士透露 刘维伟目前正为青岛南篮物色一位CBA顶级后卫 正确在下赛季全力冲击季后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